歡迎來到前七名最強的金屬主唱 Part 2 那沒有看過Part 1的人呢 你可以先回去看看我之前的Part 1的影片 再回來看Part 2 我可以等你 對 就是現在 你可以回去看 我會等你 好讓我們開始吧 那今天呢我們會把重點聚焦在那些 比較沒那麼知名的團上 讓我能在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很厲害的主唱的同時 順便分享一些我很喜歡 但沒有很多人知道的團 那一樣讓我先聲明一下 這個列表呢 基本上 它的名次 是沒有照著順序來排的 所以不要說 你覺得誰 比較好 應該排比較前面 如果你有喜歡的團 也歡迎在留言區 告訴我 隨便下次我把它放進來 那我們就適不遺失 我們開始 吧 第七名 Protest the Hero的主唱 Rody Walker Rody經常整首歌呢 都用真音的高音 從頭飆到尾 他強力的嗓子 配合他們複雜的編曲 每次都讓我血脈噴張 第六名 Science of the Swarm 主唱 C.J. McCreary C.J.完美的將 慘死槍的粗糙感 帶入各式的唱箱之中 創造出了一個全新的歌唱風格 第五名 Infant Annihilator的主唱 Dicky Allen Dicky 算是死扣中的先驅 雖然很多的唱槍 是不是他發明的已經不可考 但是他確實是使用這類唱槍的先驅 包括他特有的黑槍和水猴 第四名 Sky Harbor 的前主唱 Daniel Tompkins Sky Harbor 的前主唱 Daniel Tompkins 擅長使用放鬆的高音 讓激昂的歌曲 聽起來格外的有氣氛 與色彩 So if this is evolution There's a possibility To let me go This is evolution 第三名 Malachesh 的主唱 Malachesh Ashmadi Malachesh 的主唱 Malachesh 使用的黑槍非常有趣 他使用真音黑槍 卻不會像很多黑金的主唱 一貫乾癟的風格 反而是像黑槍的音色 唱得非常的飽滿 第二名 Gruzan 的主唱 Matt Harvey Gruzan 這個明明在2014年成立的死精團 卻聽起來有滿滿的八九零年代位 主唱的Matt呢 也充分的將老派的死精 單純美味的感覺表現出來 將我帶回那個死寇 還不存在的年代 第一名Dynamite Abortion 的主唱 Alex Felix Schenetzler Alex 是少數能在蚕食中使用如此多數唱槍的主唱 是少數聽了一整張專輯 還幾乎沒有疲乏感的蚕食團 你喜歡的主唱是不是沒有上榜呢 沒有關係 在留言區告訴我 說不定下次我就把它放進來了 B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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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要地滑 不滑 地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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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拜託